哈喽 大家好 我是柴 那今年上半年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新能源车在发布卷的还是非常厉害的 那实际上在下半年也将会有一台非常卷的车型上市 这台就是我身旁的极度的ROBO01 那ROBO01这款车就是在2022年的10月份曾经上过一台叫探月版的车型 这台车推出的时候大家对它的自动驾驶技术 还有它整体的一些设计理念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而今天在展厅里面这台ROBO01就是非常接近量产版本的一个工程样车 所以也可以从这台车看一下这台真正量产的时候将会是什么样子的 那现在展厅的话在上海深圳北京同时也开展了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今天我首先来到深圳给大家先看一下它的量产版本将会是怎么样的 ROBO01它是定位于一台中大型的SUV 那这台车其实在尺寸上车长已经是非常接近5米了 而且轴距整整是3米 那这个尺寸来说以现在这种中大型的新能源车里面还是非常大的 然后整体的设计上毕竟这台车叫ROBO01 ROBO就是机器人嘛 那所以它也是采用了很多机器人的理念去设计 那机器人跟机器最大的区别就是机器人 它能够很多的行为方式更加接近我们常人 所以从这个理念上也可以看出极度的ROBO01也希望把这台车跳脱出机器这个范畴 然后能够跟人有更多的互动 有更多的交流 那首先整体的设计理念上它是走一个极简的风格 所以刚才在大家看到这个前脸的时候就感觉还是看上去非常科幻的 像一个飞船一样 然后它的大灯非常复杂的一个造型 上面有很多小小的灯珠 然后应该是作为一个图像化的一些交流的 然后这边是矩阵式的LED大灯 而且跟很多品牌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把两个的激光雷达都布置在了大灯两边 就不是在车顶上了 所以在总体的外观上它会更加流线形一些 好来到侧面 首先可以看到这台车型它采用的是19寸的轮圈 配上一个封闭式样式的轮毂 而那台车用的是21寸的 而且样式上也更加运动 相信将来推出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普通版 还有那样子的运动版可供选择 然后在侧面上 这边有一个摄像头 实际上这台车毕竟它的自动驾驶技术还是比较先进的 所以传感其实一个都不少 另外我觉得这台车在外观上相当有特色的一点 就是它基本上是取消了绝大部分文艺概念中 汽车的一些细节 整体看上去非常的圆滑圆润 没有门把手 开门是通过上面的按钮就可以打开了 而且它是电动门 这样按起来还是相当有科技感的 而且后门同样也是这样处理 我们不知道这台车真正量产之后 实用起来这个按钮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但就现在这么看的话 我觉得这种做法还是非常大栏 非常创新的 而在车尾的部分 它采用了一种非常大的贯穿式尾灯 再配合下面这个呼应车头 小小点点的这种图像式的交互 而且后面也有一个电动的隐藏式尾印 能够增加它的运动性同时 又能兼顾整体线条的流畅 而且上面这个尾印造型还是非常夸张的 那其实在整体的造型上 看上去就像一个飞船样 也能够符合它叫Robot01这个名字的概念 实际上跟现在满大街 设计上都趋于雷同的电动车相比 我觉得Robot01的确也能够做到 它的一些差异化跟个性化 好 说外观我们再来内饰看一下 其实内饰上也跟它外观一样做的相当的科幻 走的是极简的风格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物理按键 唯一的物理按键就是在方向盘上面的几个 所以中间它是做的非常简单的 但是最夸张的是上面有个35.6英寸的大屏 而且这个大屏的分辨率去到6K 所以它的显示效果非常的夸张 所有的功能都通过这个屏幕去实现了 而且有一点就是这个中控台的设计 也是跟这个屏幕相呼应的 有稍稍的一个弧度 而且跟很多车型不一样 中间这块是没凸起的 所以这种流畅感 其实是几乎现在市面上没有汽车能够有这样的感觉 还有就是这个方向盘采用了这种地形的方向盘 法规允许了 所以它也在用了 做起来还是非常科幻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没有任何的拨感 方向灯的按键是在方向盘的上面 其他功能可能在上面通过实现 这边是灯光 这边是雨刮 其他就没有了 所以我相信这台车真的开起来 用起来的时候 这种感觉给人的还是跟它的名字一样非常科幻 另外刚才最开始就提到它的智能驾驶辅助 还是国内非常先进的 首先就是可以看到它全车有非常多的传感器 第二个就是它的运算芯片是采用了Oring X 还有高通的8295芯片双芯片 所以现在它的算力非常高 去应付它的一个领航辅助 而且它的领航辅助叫PPA 就点到点的领航辅助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打开导航 我要从A到B 然后这台车去全程自己 把你从A送到B了 所以从这个程度去看的话 它的这种领航辅助的技术还是非常先进的 而且据说这台车真正量产之后 这个覆盖率将是全国首屈一指的高 除了前排以外 就是坐在后排也有别样的体验 首先因为这台车它的尺寸非常的大 所以后排空间是非常夸张 上面也有一个很大的全景的玻璃天幕 所以坐在里面的话 看着前面两张独立的座椅 这种空间感还是非常强烈的 感觉这个副驾驶好像离我很远的一样 这种体验来说 国内很多车型现在暂时还是给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层面去看 对空间有要求的朋友 这台车是绝对没有任何可以抱怨的地方 也因为这个空间足够大 所以这些座椅整等都坐得非常的宽大 很舒适 另外在配置上 今天就目前这台工程样车去看的话 还是非常丰富的 什么大屏这些全部都有 所以在很多地方 我觉得这台车还是相当吸引人的 好了最后简单做个小结 首先这台车在上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很新鲜的体验 很科技化的体验 跟以往大家传统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台车不让大家驾驶的感觉 但是实际上在底盘的科技上 这台车还是有很多文章可做的 比如说它的前悬挂是采用了双叉币的形式 后悬挂同样也是采用多连杆 而且多连杆它的下控制币是采用H币的形式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前后双叉币的形式 所以对于我这种很喜欢开车的人来说 对它的体盘同样也非常的有兴趣 所以这台车正式推出之后 我相信对于很多喜欢开车的人 或者想不开车的人都是很有吸引力的 而且这台车将会是在下半年进行上市跟交付 而且刚才我跟厂家聊的时候 他就说希望这台车推出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更完备的状态 也就是这台车正式推出之后 并不需要不断的去打补丁 不断的去OTA去完善它的功能 推出的时候可能大家买到的车型 已经是有绝大部分完备的功能了 自从这点去看的话 我觉得极度也是非常有诚意的 从这一点去看的话 考虑到之前探阅版要将近40万的价格 普通版本应该会更加便宜了 那不知道大家对这台车有没有兴趣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